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每一个国家它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经济体 那么他们之间实际是存在竞争关系的 什么竞争呢 很重要的一个是人才的竞争 你看就是说各个国家乃至于各个地区 它有不同的吸引人才的这种这种政策 人家讲我最近比如说谈经济问题 采访不少行业的人士 现在与时俱进 不得了啊 那敢加强学习 省间什么衍生工具 详应了领导人的护照 什么就复杂衍生工具啊 今天我再跟你讲人才衍生工具 人才就是我为什么讲人才啊 那不就公外运吗 那公外运 为什么我说我采访什么行业的人 不管是金融业还是这业那业的人 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跟我讲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人才难得 就是说连我们老板也是 就是说人才难得 就说到底 你那个才是有目之鞭的还是没目之鞭的 诶 哪个更根本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你比如说像咱们前一阵说 这个什么金融大鳄 或者说是中国该不该这个这个 拿出外汇储备来 咱们快引进巴菲特了 据说咱要入中国籍了 真的吗 好啊 好啊 不是 你说奥巴马选了以后 不是有中国人在感慨吗 什么时候让我们华人当美国总统不说 诶 你说 这事也怪啊 奥巴马当了这个总统 我就我我现在发现呢 有什么呢 就是DNA荣誉感 DNA集体 肯尼亚跳舞 不是 这种中国也有 里边中国有人就是骂 我看网上有人说骂龚立 就说 你是挣中国人的钱 而且呢 你长这模样都是中国人的模样 你知道吗 你就凭这中国人的模样 你才能挣钱 你才能够成为什么国际影星 我当时就想这个奥巴马 奥巴马在美国当了总统 肯尼亚全国放假 对对对 狂欢 肯尼亚也没说 他爹当年怎么背叛了肯尼亚 甚至还找了一白人老婆 胜出这么一杂志 肯尼亚说 你就长得一肯尼亚 你就长得一肯尼亚面孔 但是你也要这么想 新加坡 我常常 我常常说这么一句话 很多人一听呢 以为我在贩卖台独理论 我说话 这个世界上 华人建立了两个国家 就是说不一定 你同文同种 就是同一个国家 他们说 你说台独吗 我说不是 是新加坡 你这个角度看 我们中国过去 有这么一种 对世界的看法 叫天下 其实这个天下的核心 是华文 华人的天下 就是说 在一个天下里面 你不一定是同一个政权 对 你看新加坡 七八成的人是华人 你如果照你刚才说 你明明长得中国人的模样 你干嘛入新加坡 新加坡人也是跟我们 长一个模样 你光要就长这个样 对不对 都是黑头发 黄皮肤 而且也能说华语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他还是在同一个天下内流动 但是我听不少人讲过 新加坡 这么个蛋丸之地 按说人口也少 那么他在这个经济方面 大大的出名 就是说他有什么 吸引人才的这方面的 很厉害 新加坡你看 他原来呢 现在最历史 回顾历史 你觉得整件事有点 真太戏剧性 你知道当年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是同一个国家 新加坡是分离出去的 而且那个分离 是被迫分离的 就当年李光耀 在带领新加坡 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的时候 电视机镜头前是哭的 为什么呢 他真的流眼泪 因为那个地方 就像你说的蛋丸之地 水也没有 自然之月 什么都没有 他这么退出去 就等于他觉得 感觉是我们这批华人 中国人给逼迫着 就等于香港岛要 脱离九龙跟新界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多难受 几十年之后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 这个经济各方面发展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 就这整个国家的移民政策 全是针对性的 你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我们知道华人的地位是低的 就华人很有本事 很有钱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 你当一个华人 你念书 你成绩很好 假如你是委屈 你不要说委屈 假如你现在是马来人 你是华人 两个同班同学 成绩他比你还好 但是你就能上大学 他就不能 因为他要保留名额 要限制华人的力量 整个东南亚 在二战以后 有一种被中华 吞没的一种恐惧感 从印度尼西亚 到马来西亚 他们以前 你知道以前 二战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 你一个大国强了 它这些都是辐射区 所以排华一系列的事件 而且华人在那里 掌握经济命脉 所以马来西亚 不能讲中文文学 我们现在文学研究 叫华文文学 就是马来西亚那里开始 用的 只能讲华文文学 讲中文文学 就是反动 颠覆国家政权 为什么中国跟华 有什么不同呢 中就是代表 有国家概念啊 你在发过中国的文化 华就是一个 新加坡也是这么讲的 你看我们现在 叫华侨不叫中侨 我明白了 所以现在人家还说呢 说这个 道德多元化的时代 连爱国 也是每个人 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 你爱的是 政治中国 有些人爱的是 文化中国 有些人爱的是 乡土中国 有些人爱的是 历史中国 所以华的范围 比中大 就是我刚才讲 因为你华 你是可以扩大到 新加坡跟马华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从这个角度看 当马来西亚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有那么多华人 有那么多英才 在本土 可能会被埋没的时候 新加坡的机会就来了 新加坡就用很多方法 去吸引马来西亚的华人精英 到他那边去 在他那边住 在他那边工作 那么后来到了97年 香港回归的时候 香港不是有移民潮吗 新加坡又来了 对 而且香港那时候 走的都是精英 白领 97害怕嘛 所以他们走 这些人呢 就被美国 加拿大 还有新加坡 他们吸收了 吸收了 新加坡从来都是一个 很擅长吸引世界各地人才 那么这几年 搞这个金融产业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倒掉之前 金融业那么旺盛 新加坡要想办法 跟香港竞争啊 于是又想办法 吸引外国的 欧美的 日本的金融人才 到那边去 新加坡从来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香港的移民 香港的移民政策 就是新加坡的反面 所以他们在检讨 香港的移民政策呢 用的是美国那种大国的 就是人道理由移民 就是香港的男人 到广东 找了一个女的 生下了几个小孩 那个女的暂时还不能来 那些小孩都先过来 那女的不在 所以现在香港的移民 都是单程政办 每天最大数量的 都是广东的农业人口 来的文化程度 都是小学程度 小学到中学程度 有一部分 所以香港现在本身啊 就是有个反省的声音 一部分 他们从公立的角度来 他们讲 他都不行啊 香港的人口数字 白领都移民出去 进来的都是 都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香港的经济竞争 劳动力怎么办 但是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你从这个 这个家庭团圆的角度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你这个大国 美国也是这样嘛 你反正你嫁给美国人 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美国了 所以美国他就是双管旗下 他在人口上 你反正美国人在外面 吵了什么老婆了 都收进来 但是另外 他有一个强大的大学系统 把全世界好的聪明的人 印度 多多少少聪明的印度人 现在都在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大学生 跟印度大学生 占的主要的优势 他美国人 你在那里要抱怨死了 所以他就是双管 香港现在是后面 新加坡是前面那 所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 你有玩过电脑游戏吗 玩过三国志吗 听说过 那你看玩三国志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三国志你最后想统一天下 别说玩这个游戏 你要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要怎么办 要有人才嘛 这人才怎么来呢 有两种玩法的 就第一种 你在国境内天天搜索 培养人才 第二种呢 最现成的 就刺探别国有什么人才 重金把他劝诱过来 这种方法多现成 多方便 对不对 那么现在世界就是这样 就全世界都在想办法 怎么样把别人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 给挖到我们这边来 诸葛亮要走马超嘛 对啊 就是这样的 挑灯夜战嘛 你想美国当年 把很多这个德国科学家 和太阳的科学家吸引过来 就是 那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 就起了举足轻度的这个作用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 我们不要被爱国 这个问题 不是说爱国不重要 而是说不要被这个问题垄断 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什么教训 就是我觉得像前任 前永健拿诺贝尔奖那个事 很多人就开探 说他不是 他说他不是中国人 对 然后呢 也有些比较理性的声音 就是说 哎呀 为什么我们的华人 拿诺贝尔奖的那些华人科学家呢 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籍 或者是拿奖的时候 是在美国 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做研究 拿诺贝尔奖 这当然很好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 有一天 日本 一个日本科学家 一个英国科学家 一个德国科学家 在咱们北大清华做研究 而拿诺贝尔奖 没错 那你更厉害 没错 我觉得现在很多专家在三里屯努力了 哈哈哈哈 将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就刚才说 你还说这个新加坡 为了现在吸引人才 连什么 就跟同学恋什么 都有点关系 对 这很大的争论 我们知道新加坡 一向给人感觉是道德上很严肃 比如说口香糖 不能乱嚼 乱吐在地上 对不对 一大堆这种 把车子花了就打鞭子 对 然后呢 刚交是犯法的 可是呢 最近几年有很大的争论 就是因为这个李显龙啊 曾经暗示过 那国会里面也在辩论 就是同性恋 该不该合法化 那么事实上 新加坡这几年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有好几次那种 不是那种彩虹大游行 你知道吧 德国美国都有嘛 就是一帮主要是 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会上街游行 庆祝性取向多元化 新加坡现在年年都有啊 就这么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就因为最近几年 不是流行讲 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嘛 对 那么有这么一个研究 就说呢 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 它对同性恋越宽容越容忍 它的创意文化指标 有这个量表 就越高 那创意文化指标越高 它文化产业就特别好 那新加坡呢 创意文化是这种交叉 练出来的 你知道这个国家 从来我们用一个形容词 形容它不带贬义的 是机会主义国家 就它没有什么支援 所以它随时要掌握世界各地 最新的这种消息 掌握时局 掌握机会 它一看 现在人人都搞创意文化产业 我也得搞 一搞的时候发现 我这个国家严肃有余 认真有余 但是创意不大够 怎么办 一想就想到 原来同性恋 是可以搞的 然后同性恋 所以你看 它这个国家 你看 比如说再举一个 它那么严肃的国家 为什么这两年开放赌业 这是不是很败坏道德呢 所以你要想 这个国家 你千万不要认真的 把它平常挂在口上那套 它的道德是公论 香港也一样 香港意识到 这个进来的 这个低教育人口的 大数量 对于整个这个 然后怎么办呢 高科技人才嘛 要引进这个 像大陆引进 所谓叫优才计划 引进了 进来的都不是科学的 进来谁啊 有名的 李林 李林 那举着火炬的 那是 李云迪 李云迪 来了 朗朗也来了 汤维 汤维现在来了 你封杀 他就来这里了 还有朗朗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 巩俐错过了 去新加坡了 以后接下来 一大堆的演员 都会来香港 因为李林说的对嘛 香港这个钱容易出去嘛 对呀 税又低嘛 旅行又方便 而且这个BNO护照 一百多个国家免签 你说这个 多好啊 美国呢 其实在这方面是很松的 美国非常奇怪 他这个绿卡啊 有一种方法是 中奖的 Lottery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上网 你去投奖 投中了 不是钱 是一张绿卡 对对对 美国专门国家计划 然后就说 你中了这个卡 可以在美国工作 可以在美国学习 可以在美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他们是非常优才计划 很多人啊 我不讲名字了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 拿美国绿卡的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证明你专业有偿 你参加一个学会 你在国际上德国奖 你就可以申请 很多中国现在专业人才 都是用这个方法 入了美国的绿卡 然后又回到北京 对 所以呢 在美国生活没什么意思 你这个专业商在那里 根本生活不了 所以你要 我们要这么来想 这个问题 就今天呢 我们在中国常常讨论 就是我们人才外流 我们把这个问题当成是 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讨论 他不是 他其实不是 这个问题不是不重要 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考虑 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常常想的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中国人更厉害 更威风 我们很少去想 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精英 愿意来中国 就不是像你刚才说 去三里屯那种 就是说这个 三里屯的人才 研究中国妇女的 我们的人才去了美国 都在人家大学 人家的人才来了 我们这都在酒吧 说明中国新盛啊 这个 这是他们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不来呢 我国现在不是很牛吗 他是这样 的确也有很多英才 愿意来 可是他来呢 他是来工作 来做生意 他不一定愿意入籍 就是你要愿意入籍的话 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入籍表示 我对这个国家的 长远发展很有信心 我对这个国家 目前的各种生活状况 我相当满意 我对我这个 现在要入籍的 这个国家 他给我在工作上的 工作生活上 我这个领域上面 其宫的方便 方便 还有他的丰富的资源 都很好 所以做学术的人 喜欢到美国 是因为美国这方面 资源太强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应该 拿这样标准 来看回中国 我们缺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怎么去吸引 你比方说 你在德国日本 你读得再好 你一个外国的人 尤其是一个亚洲人 你很难会大学里 让你做终身教授 或者系主任的 你去看 你中国人很多 在日本做得非常好 做来做题 还是讲师 那个主任啊 院长这些 还是日本人 德国也是 只有在美国 你看看杜维明啊 刘凡啊 在美国有一大堆 你只要做得好了 你这个华人面孔 他就让你做部长 搞科学那批 在大学里 反过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日本 德国他是单一种族 他的国家强 就是种族强 所以他的这个 美国从来不是单一种族 他美国强不是 他美国人强 你在奥巴马 最有名的这句话 他就是四年前的 就是没有白的白人美国 没有黑人美国 没有拉丁美国 没有亚洲美国 只有美利坚合众国 就是四年前的 这句话 就是他大出名 但是中国的情况 你看在哪里呢 中国一方面像 美国一样是五十六个民族 是很大的一个多种族 但中国又是很强大的这个单种族的意思 又像德国日本 所以你不是汉族的 我们真能很想象说北大中文系找个老外做系主任 你说你能接受吗 咱们足球教练不都可以找外国人吗 那就是这杨玩意儿 我们是有不少的所谓的外教 或者是外国的精英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被聘请 可是问题是 你离整个国家的这种全面开放 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 我想我们今天中国的人都有强国梦 而且都觉得这个梦并不是不现实的 是可以成就的 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怀念唐朝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盛世快要回来 那是海纳北川呢 对 你看唐朝 唐朝的长安城里面 有相当大比例的人 不是汉人啊 胡人啊 唐太宗都有胡人 他们也有他们三里 李白不是身在中亚岁叶城吗 对啊 没准李白都是黄头发 蓝眼睛有可能 所以你看 就是说当年的唐朝 变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 那个有某种程度上 跟今天的美国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要强大 不要去计较 哎呀 什么人要走了 巩俐要走 你就让他走 我们该记一下什么时候 这个 呃 Bad Pitt 或者Angela 走了一个巩俐不算什么 对 Angelina Jolie要来了 对对对 你应该想过这个 杨迈加那波尔特来了 改成咱以后 对到三里 对啊 咱们混一下血 中国奥运会 短跑也拿地 对对对 现在你想这一个多好 好 咱们告我最后见 嗯 中国人的心里还是有点鼓励 张子怡 张子怡现在也不是跟鬼佬这么亲近吗 对不对 汤尾一拖 咱们不是说丢了咱们的脸了吗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这个道理很 因为这个是我们全民一影对象 给异族这个 谁说我没赢他们 你没赢他们 好好好 你是大公公司 你大公公司 汤尾是跟梁朝伟 还有个肥水不落 我历来有这个心理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心理 就是说咱们喜欢的女演员 这种就是尤其是我们热爱的这种女演员 这个你以前这个这个 这个郭兰英啊 田华啊 要是我们知道 他跟什么外国人在一起 我们对这个 这个白毛女的感情都会发生变化了吗 所以这种是非常非常微妙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领域研究 这个人才引进是在不同的范畴里去讨论 对 但是说实在话 这事啊 我也有点这个 有一点疑问 就是说 咱们不是刚开完奥运会吗 奥运会的时候 不是咱们张开胸怀 海外军团都喝彩了吗 郎平啊 郎平 职教的美国队 不都把中国队打败 最后中国人民不都是理解了吗 喝彩了吗 你一看有女演员 跟外国有关的什么绯闻出来以后 你去看那些跟帖 你就在网上去看那些跟帖 那个骂的真是厉害呀 这一句一句一句骂上去 这宣泄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种一种一种宣泄 就是说这种 这个实在跟民族有点关系 又不完全是 但如果反过来 趋如感 但这个事情